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不太理人 跟我做生意就知道了 因为纯粹是生意 我没有什么友情 我的友情是怎样呢 我真的不太好意思 会打我说 这段时间整年没见 恭喜发财 身体好吗 问候下 我是没有的 然后突然问不来做节目 好像很容易 假设你提前打给台长 我觉得台长也很乐意 我知道 但好像不是那么好 我平时不要说自己招职 平时是这么冷淡 我真的学不到 其实这件事是我整个生命中最差的 譬如我有时很想念朋友 先不要说家人 我硬是明知 已经退到五十多岁 都是打不到那个电话 正常其实 特别我们出去做生意 这个是大缺点 我见到我差不多全部成功的朋友 你不要去真情假意 做足了这些我认为的门面东西 过时过節 但是 是有用的 其实是有用的 我真的做不到 OK 好了 我们今天呢 我们当然要续一张牆前 没错 最重要的是 老实说 你说他现在又说什么精通那些 能够解破到他说 你信信信不信 都没有办法 什么生死轮回 甚至火多物理 光组 那些东西 那些其实我觉得都不值得了 但是问题是他要执实下实耻 他说 吊了个外星人 那这些东西呢 就真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分享 老实说 而且据他说 虽然他差点精通人忙 但是外星人的性技巧是非常之高的 没错 即性技巧这件事呢 就真的不简单 我不知道 我们没理由在那里说完这些东西 我们一个这样的时事节目 但是 老实说 我们男性之间 每时有些这样的话题 或者自己想 有些人不会讲的 就是说 哇 这女孩很厉害 其实 我从小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经常听到那些大人这样说 黑话的朋友这样说 我心里想 很厉害? 怎样为之很厉害呢? 那接着 好了 自己呢 都有了性经验之后 那其实 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不同 每个女人 遇到的都差不多 其实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女人 有没有感情 或者那个投入度 即当晚发生关系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 比如 哇 你和女朋友 小别姓新婚 我真的 为什麽? 没有见三个礼拜 但是那三个礼拜 可能去 说不如成 一天她说什么 她这么挂着我 那你就挂着你 你挂着我什么? 什么都挂着 好想和你搞事 真的撑不住 不知道看了那些咸戏 看了其他女孩想起来 所以不是 是我想起那晚 好了 当然 我现在讲的是热暖阶段 哇 然后抱一见面 一回到家 你女儿说老婆呢 煮了个公仔面 你吃了东西没有? 不吃了就趕着回来 你不吃东西怎么行 几个小时 我煮那个面给你 我给你那里买了面神 面神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你不叫我拿来? 我怎知道你也好 你说半面还是什么? 不是 橙色还有很多 不是 还未曾 是的 还有很多 你十相八相拿来 结果今集客 他拿了一箱来 其实我是叫半面 我不知道你有的 今集客人说 有面神 接着 损伤我 我说不要动 他说我要八包 这一箱是十包 只要留下两包 那两包 那两包 我拿了我自己的写字楼 原来你还有的 是的 我拿了写字楼 回去 今晚我和我儿子分享 真的很好吃 我和大家说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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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因为始终大家搞清楚 比較喜歡的就是放在冰櫃上 不是雪硬的那些 那些質感比較像 但味道又未必調得好 通常都OK 又不是經常有 又不是經常有 但這隻明明是乾身的即食麵 我跟大家說 屌你老母 他真的叫做麵神 你什麼都可以 倒過的話倒神 衰過的話衰神 屌你什麼 你沒有人吃過 你真的不要說自己吃過好吃的麵 甚至我覺得他 好吃過很多 在日本 在日本 開檔 那些拉麵堂 最重要是 你依足我的 正常煮 你軟一點 硬一點 你自己走 為什麼我會覺得他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家裡齊了 我不要這麼說話 立刻切些蔥 我沒有日本蔥 但我喜歡大量蔥 還有 我不會有日本魚蛋那些東西 我又不吃叉燒 我好多需要 我不吃豬肉 我下樓片兩條下去 然後下幾粒粟米 這樣就已經很像日本的感覺 我跟大家說 屌你老母 我可不禁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大膽五十七十幾機 他真的很好吃 我真的問 我客人一吃完 我問他行不行 好行 你是想不到 我可能想要賣兩個月就算了 你猜不到 這東西真的有沒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 你會這樣問 我直情過去 不要說那麼多 一定有人搞水貨 我實情代理 我都這樣 談一個價值去貨 那個期很短的 不是 要談 不是要談 代理的意思就是 到時候 我又不會做批發的 我看看要求什麼 但是 談 是個期短 說真的 如果真的吃開 我想上新來買三五百 到時候價錢又可以便宜些 因為 老實說 你說去那天 只有二十元 我都覺得不貴 但是你如果要相宜些 十五六元 十六七元 大家 就是因為外面現在 你知不知道 那些即食麵 我就不捨得 我兒子那些就照買 有些杯麵 大碗 有些不知什麼麵 十幾二十幾 很貴的 那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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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幾 還要不好吃 還要不好吃 一股化學味 那樣 好啊 真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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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兩隻 麵神 打個拌麵 你吃過沒有 我常常想 天晚上在後晚吃 不是啊 其實我每晚都想 拿包麵花 記得煮但是很累 做完節目 昨晚我們吃了那麼多 那些呢 昨晚我們吃什麼 忘記了 炒麵 昨晚我們 我們吃了吸底粥 吸底粥OK啊 挺好吃 豉油黃炒麵OK啊 挺好吃 乳鴿OK啊 還有酸蓉粉絲蒸蝦 是 你就喝一杯 凍檸檸茶 我喝一杯熱奶茶 凍檸茶 酒甜 昨晚我喝凍檸茶酒甜 昨晚我喝凍檸茶酒甜 其實那一檔都OK的 我不要說哪一檔了 但你見識到我啤梨 搭散的能力 是啊真厲害 我反而有跟我老婆說 你知道嗎 人家收碗那個都在 你知道嗎 我昨天啊 你以為不要跟我 我是第一次跟他聊天 所以你不認識他的嗎 不認識他的 我想他見到 有時候會來 因為我不算經常去的 那我就認得他 我第一次跟他聊天 就是肥妹嘛 是啊 你知道嗎 因為你背著他 他跟著站在你後面幾個位置 不停等我 覺得我是否會繼續跟他說 我免得看他 因為我免得以為我追求他 他做銷售也對 OK啊 是呀 都算多了 因為有很多人不喜歡亡人的 現在 不是 我還有一個 賣賣牙 就是在講 什麼女權 是含家產 跟著扭他出來 是渣男 女人啊 當然是喜歡給他 當然是喜歡給英俊看的 其實呢 我免得他真的以為 我什麼 如果不是那個正常 他說 那我算不算英俊 那你喜歡不喜歡給我看 那看他怎麼說 他說 都OK的 那我真的什麼 其實就是這樣 就這樣搭著箱 我大家同意說 吵你都可以 如果啊 以後啊 尤其是渣男 我好像啊 誰這樣 那條古臺 有什麼名字 巴菲特 我不是和人吃飯的 是 你給我一千元 當然你有沒有賣單 是 我和你吃一頓飯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是 吵你都可以學好很多的東西 我告訴你 記住 混女兒 最重要的第一法 就是 最初步 逢女必混 你不要想你是阿嬸 阿婆 朱希 好人好 什麼年紀 你都要聊 你都要搭散 你只要這樣突破了 說真的 因為其實男人很可惡 大家都是男人知道 你喜歡那條女兒 你真的會爬底 那你就要訓練 那你就找些你不是很喜歡的女兒 你不喜歡的女兒 都可以有很多美女 那你什麼都夠膽 大家有經驗 什麼都夠膽 好了 你不單是這樣 你在 diferen 你都練過 大人 你和阿嬸 阿嬸 大姐 你都照顧 照顧去 所以你聊聊 那你就行 一定是 能有西迷迷 你不喜歡的 你的目標 再調整幾個東西 那人有多大的 你會覺得,好奇,他等待你追,等於我們,正常說的,他以前有個Friend,我不知道你會聽,是人都可以收拾的, 如果你說認識了一個女生Fan,即是女的那個,是Friend,是你的Friend都收拾過他的,他都叫忠仁之之OK的,但是你沒有收拾過,當然你當然不會,Lawrence你這麼正經, 但是內心都會,Lawrence你,我搞錯了,Lawrence你,你不要猜我沒有,等於我們小時候玩模型,Lawrence你有沒有,是有人拿我模型回來,Lawrence你有沒有,是班裏的同學,Darwick吊你住何文田的,拿我模型回來,你們玩吧,反正我家慢慢玩,遙控,每個人都玩,Lawrence你不要來來來去,不找到我,明明我和Darwick是好朋友的,但是你又不是很好意思,開口和Darwick先讓我玩, 即是有時都這樣,Lawrence你不要來,你打算是人都可以,這條女,但這條女是不會,你又不是很好意思,Lawrence你到我了嗎,你又不好意思,你懶高級了,Lawrence你不出聲,人家怎麼知道呢,人家叫你不問,他就不給你了,一樣的,OK,好了, 為什麼我們要講無謂話,講了12分鐘呢,因為這些新聞實在太厲害了,真的沒有心機講,今天我們新聞環節就不多,第一, 香港文藝研究調查我不講細細細細細細碼上,就是發現市民對現在的政治民生和經濟狀況評價 首先,全部都是負的,這些不用說了,但是成功訪問893個市民在7月2日到10日,即上兩個星期了 671個電話樣本 和222個短訊做到的網上調查 很明顯的比例最升得多 原來市民關心的並不是政治 而是民心 而最關心的就是經濟 老實講 這個是反映了很多事情 第一 為什麼不關心政治呢 會一池死水 君不見現在講香港政治的節目 其實waiting 都不高的 或者都drop了一些 好了 但是經濟民生我們永遠最擔心的 喂 疫情的時候 OK 這樣 一人永遠讓自己 現在未開關 開了關 年多了 結果是怎樣呢 乾燈 我們見到政府做不到 真的賣了 臉神痴痴 又沒有什麼作為 喂 喂 乾燈 老實講 經濟不會無端端復賊的 是嗎 尿你老鼠 好像今天見到 不斷 不斷 至少我Facebook 不斷 關注我群組的朋友 不斷出了一些 鋪租啊 大減啊 劈價啊 什麼鋪王啊 破產啊 喂 你真是 就不要說什麼 就這樣說自己做門口生意 做一元幾圖生意 其實都感覺到那種情緒 因為客人上來買東西 手鬆都不同 是 老實講 當然 你這樣乾燈他 也都見到那幫官這樣做事 沒有人出來講政策 現在就是在講政治 經常叫董建華講 董建華講 不是我講的 你們躺在那裡 我爺講的 喂 香港是經濟城市 不要搞政治 當然沒有人搞政治 誰搞政治 政府高官 我們最關心的是經濟民生 他是有話把口說要去拼經濟 拼什麼 極其量就是做一些 我們知道一定是沒有用的所謂政事 昨天年了 葉劉都出來了 其實就結合來看 前天葉劉又說 香港證明民主失敗 實驗了 加上昨天這樣說 我覺得葉劉 都仍然是深存大辱的 這條粉搶 真是死心不惜的 真是希望 時各一變有位上 沒有了 好了 但是最令人奇怪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陳茂波財政司 和三個律政司 三個民望直直 都是 兩個 陳茂波和陳國基 都是上升的 上升九個百分點 陳茂波 不知為什麼 林定國就相約民望直直 不過三個都是負數的 那我不特別說了 市民 香港文言就說 除了做這個文言調查之後 他說 收集市民對政治狀況的評價 現在這一群893名香港居民主要是批評 官員不稱職 沒有主動性 一黨專制體制下 沒有反對聲音 輪選官員 基於忠誠 都不是基於裁幹 也都有人擔心 香港喪失言論自由 集會和新聞自由 又有人擔心 選擇性的起訴 法律界限不清 政治干預司法制度 亦都有人指出 政治變遷 令人才流失 擔心香港失去極度的過剩 這些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我亦都不相信 我們特區官員不知道 他們會不會對證下約呢 又或者會不會 我覺得林力有時候都無所謂 你真的有沒有心 跟香港人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不是你出來說兩句 就是這樣 無謂說這些話 要不然就再加上我 你只看這單 黎智 不是黎智英 是黎智英 建造業總工會說 有五百個工友 租拖樑涉及三千多萬 你想想這些拖樑 為甚麼 所以有時候我都說 經常說攬炒攬炒 現在是誰攬炒我不知道 去到這些位置 你有錢的人 損失當然比我們大很多 不要說很有錢 一般中產有兩層樓 一層二千萬自己住 不是一層自己住 六百萬 一層二千萬是租的 現在二千萬那個 變成一千三萬 都賣不到 幸好沒有按揭 二千萬那層 自己住的一層 六百萬 只剩下三百萬 不過自己住就無所謂 他財富的效應 都沒有七百萬 那怎會有信心消費呢 一不消費 真正失法 都不是他 因為他仍然有層自住的樓 還有層收租的樓 是基層大眾 因為你沒有消費 基層大眾在香港 其實都真的 如果不是慢慢地做事 沒甚麼得署 都真的要在服務性行業 零售 百貨 飲食那裏開工 或者重貨 那怎樣 一定是受影響的 首庭口庭 很難大 那你工友 有漢出 之前空便雙方 其實辯方認為 根本 不應該 現在未到案情 不應該有這間案 這個項目 其實 我就覺得很強 但法官就認為 表證成立 他的argument很強 辯方四個最大 第一 新聞自由受基本法保障 作為第四權可以監察批評政府 用意矯正施政的缺失 應以寬鬆的方式 考慮豁免的條文 第二 國安法生效之後 他之前請求制裁的協議 就變成了違法 大家明白嗎 你請求制裁之前 在國安法生效之前 要求人家制裁 特區政府 但是國安法生效 這個制裁 就是犯法 而這個制裁一犯法 當初的協議 就是所謂請求人家的制裁 其實就直到無效 因為法律上 我想 Lawens都知道 你簽了約定 其實所有法律 你怎樣寫都好 你看看合法 之類 他下面一定有一段 是不可以超過本身的法律 原來國安法一生效 那這個就是辯方的約定 你之前 比如訪問人家 要求人家外國的組織 去制裁一些官員 那就是國安法生效 他這個協議 就自然是沒有了 所以這個是辯方的argument 好了 蘋果高層 曾經諮詢的法律意見 討論不要犯法 也有個會議紀錄 就是反映他們的協議 就是要守法 他們不是想犯法的 黎智英在節目中 談及外國的制裁 討論國際時事 就不等同請求制裁 但是我認為那些argument 很強的 但是呢 因為其實肥佬都很小心的了 就是立了國安法之後 但是大家明白了 你怎樣都要搞你的了 所以法官就認為表證成立 那到時看看是怎樣 好呢 47人案 會不會這樣 你會想多些金利 好 再見 再見